四目基金要是讲贵国投资人的法律宾休克 我是美国律师刘小夏 前面几期呢我们介绍的都是美国国内的四目基金架构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架构 那么当四目基金涉及到跨国架构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听说到master figure fund structure 主联基金结构 parallel fund 平行基金 以及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cle 替代性投资主体 那么这些高大上的名词都是什么意思呢 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呢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适用哪种架构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四目基金的跨国架构 欢迎来到我们的USLive本媒法律第一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 咱们先来看一张美国国内的四目基金架构 就是咱们之前一直在讲的这个GPLP 还有一系列的portfolio company 组成了这样子的一种简单的架构 那么呢现在我再来上一张图 大家看一下这个四目基金的跨国架构 一看这么大一张蜘蛛网 大家一定晕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分别解释一下这些概念 先来看一下Master Feeder Fund Structure 主联基金结构 它呢又简称为Feder Fund 也就是连接基金 那么它的作用呢通常是从 US Taxable Investors 美国应用税投资者 US Tax Exempt Investors 美国免税投资者 以及Non-US Investors 非美国投资者 把从他们那里筹集到资金呢 汇聚到一个中央工具 也就是Master Fund主基金中 通过这样的一个分类和汇总 来提高交易资产的零件质量 那么这个零件质量是什么意思呢 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很饿的时候 你吃第一个包子啊 这个零件质量很高 因为那时候你特别饿 吃一个呢就感觉好很多 那在吃第二个的时候呢 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 零件质量就下降了 那你在吃第三个包子的时候啊 就已经吃饱了 再往后就不会有新的零件质量了 甚至你在吃第四个的时候啊 都感觉要吐了 零件质量就是负的了 那么投资的过程中呢 零件质量也是这个意思 一开始投资的时候啊 零件质量一般都比较高 但是呢随着越往后投资 无论是税收啊 还是一些基础的维护成本 都会越来越高 那最后呢就会导致 你投资多了一块钱 其实呢你的回报会非常的低 咱就比如拿税收来说吧 大部分地方呢 它的税收都是超额累计税率的 也就是说 你可能赚第一个十万块的时候 税只需要交百分之十 可是呢赚第四十万到五十万 这个过程中呢 你的税要交百分之五十 当你赚九十万到一百万的时候呢 你这中间的十万呢 税可能交百分之九十 当然这是打一个比方 大部分的国家税 也不可能到这么高 我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 比较新鲜的比喻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你赚钱也是要花体力精力脑力的 如果说是像后面税率 这么高的情况下 赚的钱全都给国家贡献了 那我与其投资 还不如回家睡大觉呢 那所以呢 回到这个MasterFillip Fund 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进行的提高 投资的临近距禁 让整个基金的投资效率最大化 那么这个地方用到的 作为MasterFillip 主基金的公司呢 通常是在开门群岛 或者说是百慕大等税收中立 Tax Neutral的连案司法管辖 去注册设立的 那这个地方说到 Tax Neutral也就是税收中立 我需要多说几句 有的人就会问说 不是说开门群岛不省税了吗 的确我在不同的几期节目中 都反复的提醒 开门群岛现在已经不省税了 尤其是在2021年10月 OEDC也就是世界经合组织的会议中 超过135个国家签署的Bips 已经明确了 不会再给开门开任何后门了 但是呢 这也只能说明 开门呢 他已经不是免税 Tax Free了 但他仍然是税收中立 也就是Tax Neutral 也就是说呢 他本身并不存在一个 特别的税收净值 或者是税收规则 而是根据交易中的 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来确定的 所以呢 开门群岛或者是百磨大这些老国呢 他的作用呢 就是一张百指 不会给整个交易增加新的 需要考虑的税收因素 所以呢 虽然说开门群岛作为上市主题 已经不可行了 但是在跨国基金架构中 他仍然是作为Master Fund 公司注册地的不二之选 那么有了开门基金 这个主基金之后呢 再通过一切的Feeder Fund 也就是连接基金 注入到这个Master Fund 主基金中 Feeder Fund的连接基金 这个概念 它执意过来是什么呢 投卫基金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各路投资人 那儿收起来的钱 打包之后呢 投卫到这个Master Fund里面去 比如说对于US Taxable Investors 那么就给他设立一个 US Limited Partnership Fund 也就是美国的 有限合伙的一些基金 他呢设立成本低 是一个税务穿透体 因为反正这些US Taxable Investors 他呢 税也是躲不掉的 那该这个税就交了吧 而对那些Non-US Investors 还有US Tax Example Investors 通常会给他们设立一个 独立的Officer Feeder Fund 也就是离岸连接基金 以避免直接进入 适用于US Taxable Investor的 税收监管网络 那这个就像什么呢 其实就像是 那个上海洪桥交通收纽 由二号县京安寺来的 有十号县京天地来的 还有呢 这个南京杭州坐高铁来的 这些人来到洪桥交通收纽之后 干嘛呢 在一块从这个洪桥一号 横着一个飞机出去 所以呢 这个上海洪桥交通收纽 它就是一个Master Fund的作用 各个投资人呢 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 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过来 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呢 就是这个Feeder Fund 也就是连接基金 那么这个基金的Profinance Fee 还有Management Fee呢 也是根据不同的Feeder Fund来确定的 那比如说 这个京安寺新天地国 你们入境 那就多收点Management Fee和Profinance Fee 而那些南京行路过来远一点的呢 我就少收一些Management Fee和Profinance Fee 长期来呢 美国的快国基金呢 通常都会使用Master Fee的Fundstructure 也就是这种主联基金结构 因为呢 US Taxable Investors 去US Tax Exempt Investors 还有Non-US Investors 因为他们之间的税率是不同的 如果混到一起的话 本来不该多交税的 也要多交税了 通常情况下 它现在这些亚洲国家 他们的税率是比较低的 而美国的这个纳税者呢 他的税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建立了这样一个 Master Fee的Fund之后呢 这US Taxable Investor 你们税率高 你们别连累我们这些税率低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他们所有的投资者 都来自于亚洲的话呢 这个Master Fee的Funds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因为呢 本身这些亚洲国家呢 税率就比较低 另外这里补充一个小致点啊 刚才咱不是说到 有这个US Tax Exempt Investor 还有Non-US Investor呢 这些呢 它都是不需要交美国税的 那么其中呢 US Tax Exempt Investors 也就是美国的免税投资人呢 他们通常会选择 Offshore Corporation 也就是离岸的股份预线公司 来作为Fee的Fund 而Non-US Investors呢 他们通常会选择 Offshore Limited Partnership 来作为Fee的Fund 这中间呢 主要涉及到UVTI 也就是一个 无关业务应顺收入的影响 这里呢 我们就不展开了 那么还有种加工呢 叫做Pare的Fund 平行基金 比如说呢 一个基金可以同时设立一个 在Campage群岛的Master Fund 还有一个在特拉华州的Pare的Fund 通常情况下呢 Master Fund和Pare的Fund 会按照同样条件 进行投资和撤资 并且呢 按照Campage肯定的比例进行 Pare的Fund的投资协议呢 通常和Master Fund的投资协议 是基本相同呢 只是根据 不同的监管税收合备的要求 进行适当的修改 所以呢 相比于Master Finder Fund Structure主要为了满足 投资方LP的税收优化 Pare的Fund 更多的是基金主体公司的 监管税收入要求 如果说Pare的Fund 都还无法满足 监管合备的要求呢 还有一种选择呢 就是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cle 也就是TLA的投资 相比于一起投资 所有项目的Master Fund和Pare的Fund 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cle 往往只是用来投资于 特定的投资组合公司 也就是说呢 Alternative Investment Vehicle 它的存在 并不是为了满足 投资人LP的税收优化 也不是为了满足 基金公司主体的 监管合作要求 而更多的是 由于被投资公司 也就是这个 Portfolio Company的特性 所决定的 四部经常是讲 贵国投资人的 法利比修克 我是美国立师 一路小巷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今天的节目 对你有帮助 那就帮我们订阅 点赞分享吧 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你的法律问题 我做关心